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安迪 这一支影片的话是记载着之前我跟我的表弟 伟弟 我们在花莲寻找美食 而且我们全程都是靠着脚踏车 就是我们的脚力 就是骑着单车 然后去到寻找花莲不同的美食 从非常好吃的鹅肉 到我非常怀念的那个麻糬 还有在花莲必吃的就是炸蛋葱油饼 超级好吃的 找到花莲市附近的一个秘境 而且那里真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如果喜欢爱吃的 还是喜欢骑着单车了 骑着脚踏车的朋友们 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在花莲的第三天 其实之前我们刚刚去找的那个摩基 因为它十二点才有 然后现在时间是十一点 所以我们肚子有点饿了 又来吃饿 饿肉 这个鵝肉店叫做先生 所以我们来吃吃看那个鵝肉 我叫了一个一人份的鵝肉 很好 有运动过的 嗯 它很扎实 对 我觉得会有一点QQ的 不是干干粗粗的那种 好香 它的肉味好香 其实鵝肉就有点 鵝肉就有点像那个鸭肉 对 可是它的鵝肉就有一个 有一个特别的香味 有一个特别的香味 有鵝皮也是蛮香滑的 很香 不错 就是在新加坡没有 新加坡吃不到鵝肉 通常去香港就是吃 香港 香港不贵哦 烧了鵝肉 非常贵 这边的鵝肉也是 也是不给你 是偏贵的 但是 比起香港来说 是会费很多 所以我们点了这一碟鵝肉 是200台币 差不多新币 然后差不多8块 然后就来配这个面 面就一般般了 就是我们有点像我们的鵝肉 现在我们来吃的这个麻鸡 是他们当地人非常醉的麻鸡哦 它不是很像就在我们就是 那个捷运 那个火车站对面看到的很多 真 什么真什么的那个麻鸡 不是哦 这个叫阿传四 麻鸡 而且它 只有那么一个小小间 而且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 今天我们礼拜天来的时候 它只是12点才开始有 然后它的时间 很像网上Google上 我找不到它的时间 开店的时间了 它其实它这也是说 卖完就没有 它全手工了 看到里面就一个小小 很像一个家的样 它有三种口味 一个是花生 芝麻 然后一个红豆的 一个是15元 如果你买盒砖是180元12粒 如果是买袋砖的话 就多了一粒 13粒180元 然后我们来吃看这个花生的 听说花生的非常好吃 吃看哦 非常期待 哇 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麻鸡 很好吃耶 它的皮薄 里面的线超级多 而且那个花生粉 非常非常的香 我现在可以吃到很浪肠 真的非常的香耶 而且它不会破天 所以跟那个麻鸡 在一起综合在一起 非常好吃 所以他们讲来花莲 一定要吃麻鸡 这个麻鸡真的是推肥 看来围定 好吃红豆的 嗯 它的皮真的是很薄 馅很多很满 它的皮几乎好像放在嘴里 就已经化掉了 剩下的就是那个红豆 然后后面才会咬到一些QQ的那个麻鸡 像我们吃榴莲 有些猫山王很黏猴的那种感觉 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它很大颗 所以你现在吃的是芝麻口味 没办法说话 会喷粉 芝麻不是那种湿润的 它是比较干 可是很细的 很绵的 所以我们吃完了三种口味 然后Viddish甜不够 它再去买一袋 袋装了 180台币 然后里面有13颗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你会认为 这三个口味 你的排名是哪一个 我会选择红豆第一名 第二名是花生 然后第三名是 芝麻 像我的跟你有点不一样 我的第一名是花生 它的花生我觉得非常的香 然后第二是红豆 因为红豆它没有过于甜点 然后有点到那颗粒感 我觉得很棒 还有最后一名是 也不算是最后一名 其实也是挺好吃的 就是它的芝麻 它芝麻真的是跟外面完全不一样 它有炒过 明天有炒过 很重要的是它的麻糬真的是很薄 做得很厉害 又很大力 很好吃这个 所以它真的可以来吃 对对 全部都可以试 对 可以了 可以拍一下那个口上 Hero 欢迎最出名的那个炸弹葱鱼饼 然后昨晚我们一吃了那个蓝车 那个黄车昨晚已经关了 然后我们今天又再来此地哦 所以我们来试看那个黄车的炸弹葱鱼饼 这一家会更多人哦 我们等了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哦 它一分是45元 有蛋 没有蛋的是30元啊 我点的这个是没有辣的 我来试试看哦 嗯 非常的加密 外面它橙还是有点脆 不知道有没有吃到那个重点 重点是它的 所谓的炸弹就是它的那个 蛋汁啊 是硫磺的蛋汁 哇很香耶 我印象中很像 其实两家吃起来差不多哦 差不多一样 只是这个可能会比较 它口感层次会比较 送多一点 来换鱼我觉得一定要吃炸弹葱一点 不过蓝车黄车 我觉得两家都ok了 都可以吃吃看 我觉得都蛮好吃的两家 我们人在就是骑电动单车 因为其实今天没有排怎么行程了 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 人家附近一个西 一个河流这样 看有什么漂亮的地方啊 然后我们就 住了一个单 电动单车 两个中100台币 所以我们就同我们的饭店租了 而且我们饭店好在是 其实我们早上的时候 我们是骑着它的单车 这个单车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在花莲市就这样玩 然后因为要骑远一点 我们是住了电动的了 然后就会看到后面一个寺庙 很漂亮 就沿着这个山脉这样 这样往着去 所以我们在骑骑看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拍摆一下 还有什么小彩蛋 现在我们人在哪里 我们在大波大 很漂亮这里 然后我们骑车 过来 骑单车 30分钟了 从花莲市那里 这边的话 还有个阿伯 他们来这边游泳 你看 他们都在游泳 很健康 在那里面 你这边 老板 都在没问题 是 她的 也不错 她的 她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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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在花莲的第四天 然后这里是下雨 然后再来吃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是一个朋友 台湾朋友介绍的 火车站的后门 然后走过来差不多要十多分钟 很香哦 这样闻得很香 这个一份多少钱 油面 一份是60 很简单的面 但是那个油香 撤脱了那个简单的那个 它的面是像辣肉 它这个有配料 就有一些肉啊 对对对 然后它有一些菜啊 豆芽 自己特色的一些 有一些汁还是什么 对 所以就是那个油好像 然后还有两种选择啦 这是干的 干的 然后还有一个糖的 我拿去汤的哦 然后还有我们捡了一些配料啦 就是 豆干那些 我来吃这个玉里面的 它是 汤的 然后我们有加了一个 螺蛋也是 它里面还有就是肉片 你看看的这个样子 这个是有汤汁哦 我喝看它的汤 很香 就它的油香味真的 很香 很香啊 吃看那个肉 我觉得它这个重点 真的是它的油香味 它的油香味是火上的那个面 因为当早餐来吃 我觉得很棒 因为它很软的味 我来吃看它的肉 肉有点像 拉面的那个叉烧肉 有点肉香味 它配上那个面 我觉得也是蛮棒的 我觉得它的干的会 比较特别 比较好吃 可以试试看 它的汤的就有点像我们的一碗面 韦蒂非常推荐它的卤味 卤味超棒 它的卤味真的好吃 它的那个鸡皮 不是鸡皮 猪皮 它猪皮 超级好吃的 它很多我还没有试 我还没有试的 还有猪内脏啊那些 它的豆干也是蛮不错的 对对对 可是它卤的很够 然后沾上一点辣椒 非常推 这些鱼鱼 给它9分 我们人现在就在花莲车站前面 对 然后现在要回去台北 所以我们来这边花莲 四天三夜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一个体验啊 就是不过就是来的四天 雨也下了四天 有任何感想吗 肥丁 我觉得虽然下雨 但是花莲下雨还是很冷 就是感受到另外一个分野 对对对 再有山 然后又有市区 然后还有很蓝的一个海 很漂亮 而且15次来我是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一方面我觉得很贵的一个 来花莲丸玩就是去 如果可以的话去 骑脚车 对 骑脚车 骑脚车 会方便多了 就不用靠公共运输那些 也不用叫无垢 我们一路就是用骑脚车 超方便 我觉得很方便 所以我们再回台北啦 如果喜欢我这样类似的影片的话 就继续 如果喜欢我这样类似的影片的话 就订阅和分享 我们去台北 拜拜 Let's go by bwd6 by bwd6